全球都在关注这场普席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飞往了俄罗斯 展开围棋三天的国事访问 晚间习近平已经跟普丁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非正式会谈 国际间当然最关心的就是中方 能否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扮演调解乌尔关系的关键角色 不过有专家就认为调解人的形象只是表面 中国主要目的是要挑拨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顺利理达莫斯科后 便前往克里姆林宫与俄国总统普丁进行非正式会谈 普丁大方的恭喜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 而习近平也礼上往来 表示自己将支持普丁在明年的总统大选 顺利连任俄国总统 在总统先生的坚强领导下 俄罗斯繁荣发展去到了长足的进步 我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于总统先生坚定的支持 而对于中方口中的这趟和平之旅 外界最关心的其实是21日将正式登场的重头戏 也就是俄中双方对于俄乌问题展开的正式会谈 俄国官方声明透露普丁将在这次的会谈中 亲自向习近平阐明俄方对无战的立场 至于到时候习近平是否能依循中方对外宣称的俄乌卧选者立场 并以和平为目标进行俄乌关系调节 也是国际间瞩目的焦点 部分专家认为中方一直以来多次强调 并树立自身的调节者形象只是做做样子 而主要目的则是在于挑拨美方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部分专家指出中方十分清楚美方对中国在乌战中 所持立场的看法比难以改变 因此转而致力于扭转欧洲国家对中方的观感 进而影响欧美之间的关系 只是中国官方一边喊着和平至上的口号 一边喊侵略者谈笑风声还互表支持 中方在乌战中从中斡旋的说法 恐怕还是难以说服西方国家 淮宇新闻薛佩轩综合报导 的确这次两大强权领袖普丁跟习近平的会面 除了对谈还会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要展现的是俄中友谊无上限 不过在此之前美国乌克兰跟英国已经相继发表声明 希望习近平可以借此机会敦促普丁 立刻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警告 要是中国只呼吁俄方停火 但不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 这恐怕会给俄军更大的喘息空间 有利于未来的作战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盟友普丁被列为国际战犯后 还以和平使者之名高调访俄 背后目的为何 众说纷纭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倒是直言不讳的 说明美方的隐忧 布林肯在普习正式会谈前呼吁习近平 如果真的是为促进和平 而与普丁面对面会谈 那就必须说到做到 既布林肯后 美国白宫安全会议也加码声明 呼吁习近平借此机会 施压普丁撤军乌克兰 并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谈 另外乌克兰外交部也随即就 普其会表态立场 期待北京运用自身影响力 要求俄国结束队伍侵略作战 英国首相苏纳克发言人也期盼 习近平应加以证明 中国先前声称 对主权领土完整的尊重 并期盼习近平立出普丁 停止滥炸乌克兰城市医院学校 终结每天目睹的一切暴行 关于新闻谢中院总统报道 闪电访问乌克兰也表达出 日方力挺到底的决心 而正在访问俄罗斯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是积极扮演着 战争调停者的角色 而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时 也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 但是根据许多外媒解读 这场普习会根本无助于乌俄战争现况 反而是有如给了普丁一记强心针 更进一步巩固俄中联手抗美 全球新秩序 缓缓步下飞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 在俄罗斯代表团的迎接下 高调以和平使者的姿态 造访俄罗斯 然而中国对外积极塑造 战争调停者的角色 却受到外界高度质疑 多家外媒认为习近平此行 无助于乌俄的当前状况 纽约时报指出 中国虽然将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宣传为和平之旅 但普丁承诺研究的停火协议 成功几率为乎其为 华尔街日报也提及 北京虽将自身塑造为调停者 但习近平访俄 主要是着眼于更紧密的俄中关系 此外华盛顿邮报进一步分析 认为习近平到访 除了令普丁士气大政 也奠定全球对抗的基础 凸显出俄中联手抗美新秩序成型 有专家指出 对习近平来说 这档出访比起促进俄国与乌克兰停战 更像是对全球定位北京的领导角色 向中亚 非洲及中东等地区传递讯息 强调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存在 并且向事件描绘一个颠覆美国领导 以中国为首的新秩序 华语新闻 邱婉婷 送货报导 外界不禁要问 真的是为和平而来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在莫斯科拜访俄国总统普丁 也先请国际社会 对于俄中关系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中国不断倡导 自身是和平使者扮演这样的角色 也让普席会的内容成了热门焦点 接下来透过环宇新闻点 带您看懂普席会六大核心议题 中国这个月稍早居中协调 成功促成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破冰 可说是取得重大外交突破 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又以俄乌战争斡旋人的角色前往莫斯科 不过习近平此行计划和普丁处理的议题 远远不止俄乌和平 俄中第二个会谈重点是深化俄中贸易关系 尤其俄罗斯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的背景下 俄中贸易额不断增长 因此预期俄中此次将设立双边贸易额的新目标 第三个受关注的议题是两国的基建合作 预期习近平和普丁将在会晤中 积极推动升级与破建双边关口 第四与第五个重大看点 则是区域安全与区域贸易的协调 伴随着乌俄战争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为了巩固俄中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意味着两人将就如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和金砖国家等区域性集团 在安全与贸易层次的合作 做出建设性的谈话 最后因应西方制裁 加上俄罗斯已经被国际社会 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中剔除 为了促成更加紧密的二中贸易关系 双方也可能就新的金融支付系统做出讨论 防止中国未来也受到西方国家类似的威胁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回到新闻现场要请您做判断 美中两强到底谁是真民主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2022年国际人权报告 直接点出全球五大人权问题 像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以及中国在新疆展开种族灭绝行动 都被包含在内 其中针对中国的部分 报告中就列出北京25项重大侵权行为 包括跨国镇压 关押政治犯 甚至限制人民集会以及宗教自由等等 美国方面推测自从2017年开始 就多达上百万人遭到中国当局关押进行再教育 要是民众敢批评政府 小心会被要求修正言论 甚至遭到封杀 监控海外公民 拘禁民运人士 打压少数民族 近几年来北京侵犯人权作为有增无减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 发布2022年度人权报告 大量篇幅聚焦中国 针对中国的部分 报告洋洋洒洒列出25项重大侵权作为 包括法外杀人 政府虐待 强迫消失 跨国镇压 关押政治犯 以及严重限制人民宗教 和平集会与政治参与自由等等 其中新疆问题最为严重 美方指出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 去年不断在新疆上演 预计自2017年起 有超过100万人遭关押 进行再教育 受害者多为维吾尔族人士 此外 报告也严厉批评 北京对网络的严格控制和干涉 不仅在20大期间 限制民众发文和个人微信对话 就连学者发表评论 支持乌克兰或批评清零政策 都被要求修正言论 要与北京立场一致 不然就等着被销声匿迹 不自由物力死 不自由物力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报告时 点出全球五大人权问题 除了北京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之外 还包括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伊朗暴力镇压和平示威 缅甸军政府巩固权力 以及塔利班政权压迫阿富汗妇女 另外俄国盟友白俄罗斯 叙利亚 古巴等国的人权危机 也同样受到美方密切关注 欢迎新闻谢仲月综合报道 在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9号率团访问印度 20号跟印度总理莫迪展开双边会谈 岸田会后宣布将在2030年之前 对印太国家投入750亿美元资金 主要是强化区域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莫迪点头答应 岸田的邀约预计5月 亲自出席广岛G7峰会 专家分析印度早已经不满北京当局 更因为反对战争与俄罗斯越来越疏远 这个时候刚好给日本跟其他盟国 强化抗中联盟的大好机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印度总理莫迪握手言欢 满面笑容 展现两国建议盟友关系 虽然日本印度并非长远的历史伙伴 但是今日面对共同劲敌中国 两国领袖们也得相互结盟 共抗霸权威胁 安田文雄在印度发表演说宣布 为了致力维护印太自由开放 日本将在2030年之前 投入750亿美元资金 援助印太国家发展基础建设 确保粮食安全 应对气候变迁 强化区域经济体实力 另一方面 莫迪也在双边会谈中 点头答应 岸田的邀请 亲自出席5月的广岛G7峰会 这对迫切寻求抗中伙伴的日本来说 势必是一大外交胜利 岸田与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中承诺 将携手合作捍卫国际秩序 应对全球性挑战 无意中剑植了正在莫斯科拉锦 关系的习近平与普丁 专家指出印度早就因与解放军 在边界的军事对峙 对北京心声不满 现在也渐渐摒弃以往的亲俄立场 明确反对俄军亲污 莫迪曾在去年9月与普丁会面时 当场尊促普丁 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岸田借此机会向莫迪挑明 日本想要跟亚洲 非洲 中南美洲的新兴国家 建立更深厚的连结 有望让印度更亲近美国 日本 澳洲 所组成的印太民主阵营 成为国际抗中联盟至关重要的角色 凡允新闻 谢中月 综合报导 还有很多投资人担忧 最近瑞士信贷银行频频传出 有可能成为金融市场下一个震撼 但国际间也纷纷采取应对措施 为了拯救信 瑞信 瑞士政府跟瑞士银行集团董事长 19号召开联合记者会 郑重宣布瑞银收购瑞信的计划 而为了确保计划成功 政府一口气掏出瑞士全国GDP三分之一 大约是台币8.5兆的巨额资金 协助瑞银完成这项拯救计划 由于担心瑞信破产 将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 无法弥补的后果 因此即使面临承担巨大损失的风险 瑞银与瑞士当局毅然决然地宣布 将对瑞信启动收购计划 瑞银已折合台币约980亿的高价 收购对手瑞信 并且同意承担高达约1.6兆的损失 而瑞士当局也兑现承诺 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成功 掏出了瑞士全国GDP的三分之一 约台币8.5兆的巨额资金 支持并且朱瑞银完成这项计划 事实上瑞信带来的危机 无论是在并购计划公布前后 都早已对国际间产生了不少影响 规模高达近台币40兆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发言人 表示早在去年年底 这家基金就已减少了瑞信的持股 而现在的占股大约是1% 并且也持续在关注市场情况当中 至于亚洲方面 在瑞银收购瑞信的计划公布不久后 亚洲股市20日出现稳定迹象 可见国际间齐心协力 针对提振市场情绪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只希望这波令人不安的金融危机 能够尽快平息 让全球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华语新闻薛佩轩总和报导 9点来关心法国 因为法国政府最近强行通过了 极具争议的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引起了法国境内的多起示威行动 国会的在野阵营 对马克宏政府发动了不信任案 20号举行投票 不过呢 执政党是以酒票之差胜出 反对党无法如愿推翻政府 退休改革法案的争议 在法国闹得沸沸扬扬 从民间到政府都不得安宁 为了反转局势 法国国会在野阵营所组成的反对派 在20日对政府发起了不信任投票 不过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随着投票结果公布反对派的国会议员 也拿起写有安息霸的示威字条 起身表达不满 而对于法国当局来说 虽然这次以酒票之差成功 保住内阁与法案 但也掀起了一波各界对政府正当性的质疑 总统马克宏的支持率 也垂直下滑了百分之二十八 随着不幸任安的失败 法国境内的抗议声浪 也越演越烈 怒火中烧的示威民众 甚至开始在街头纵火 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 对政府表达抗议 法国境内多出的政府机关商家 也频频传出遭到抗议民众破坏的消息 警民冲突更是不断上演 人民的怒火与社会动荡 如今飙升到了顶峰 这场令人不安的动乱 恐怕将持续延烧 让法国深陷于混乱之中 何宇新闻室派宣总和报道 日本队在四场赛惊险逆转胜 赢了墨西哥成功挺进冠军赛 要跟美国来夺冠 那么经典赛热潮持续在日本延烧 包括比赛场馆东京巨蛋旁的神社 特别就推出期间限定版的玉珠印 吸引很多民众排队购买 另外还要看到日本队明星球员招牌首饰的转胡椒罐 因而爆红也让日本餐具店胡椒罐销量爆增 明明是上班时间 神社门口却排了长城人龙 走近一看原来大家是为了世界棒球经典赛而来 来到东京巨蛋球场旁边的神社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在排队 那么我刚刚也花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排队 是终于拿到这个WBC经典赛限定版的玉珠印 玉珠印是日本神社的参拜证明 不少日本人或游客会特地搜集 这款WBC限定版玉珠印以白底红条文模仿球衣设计 上头还印着棒球及日本国旗 而且只限定在日本队晋级的旗舰内贩售 因此吸引许多人排队来超胜 除了道神社败败为日本队加油祈福 还有不少球迷模仿起日本明星球员努特巴尔和大股祥品 在庆祝表现好时的转胡椒罐首饰 这也意外让胡椒罐爆红 销量直线攀升 看店家笑得开心就知道业绩有多好 就算经典赛日本国内的赛程已经结束 但日本队一路晋级 也让这股经典赛热潮持续延烧 欢迎新闻十七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新冠疫情 后疫情时代 各国都在抢国际观光客 而为了重振观光 新加坡推出了旅游奖励计划 提供来访新国的游客 近40项的全新体验免费选择 探索新加坡的魅力 来看我们的特派报道 新加坡非常重视观光 因此旅游景点也非常的丰富多元 像是我现在在的 圣岛沙名声世界的海豚园 您就可以看到游客是可以跟海豚 近距离的接触 穿上潜水衣和海豚在池里互动 不仅能跟海豚亲亲 打玩躲猫猫 它还会唱歌给你听 疫情远去各国都在抢国际观光客 而为了吸引更多旅客 造访新加坡重振观光 新国当局2月10日就宣布 旅客无论是否有施打疫苗 都可以直接入境新加坡 如今当局更加码推出奖励计划 让国际游客能够免费选择体验新加坡 将近40个创新体验活动之一 探索新加坡的魅力 就是看准新加坡商机无限 因此各大展览也锁定在新加坡举奔 其中就包括封鸣全球的饭骨艺术沉浸式体验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洲新典是占有一个特略性的地理位置 因为我们每年的那个游客的流动量是非常非常至高的 目前的反应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公布允许的一个现象 我们已经在网上的预购呢 收了大概10万张吧 为了鼓励更多人在疫情期间到圣桃沙游玩 因此新国从2020年3月开始就推出免费入导措施 不过如今随着疫情趋缓 圣桃沙也决定回复收取入导费 方方面面都看得出来 旅游业已经强劲回归新加坡 以上就是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梅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2024总统纳选蓝绿阵营又出现了巨大变动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了最新民调 赖清德以36.2%居贯 而对手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则是从3月份的32.4%是大幅下滑到了24.8% 被赖清德超车了11个百分点 而最大的原因恐怕跟自家人有关 主席朱立伦引爆的选策会争议 重创了蓝营绅士 加上前总统马英九又抛出赴中国祭祖计划 恐怕会成为国民党选情的最大变数 前总统马英九将率团到中国访问创下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 首次有卸任元首登陆的记录 虽然行程不会到北京也不会马席二会 但就怕又被中国穿小鞋 我们希望他此行能够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马前总统他是过去我们的总统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他被矮化 甚至他被利用来做统战 蔡英文政府就怕马前总统到了中国 变成马先生成了中国统战年的最佳样板 日本媒体人石板明浮更在脸书上分析 马英九登陆渴望成为统派盟主 而国民党要选2024的人 可能会灰头土脸成为最大输家 那你是要跟马前总统的 赴中方的任何言行做切割 还是说要拥护这个马前总统 到中方时代所讲的任何的言行 最大的输家就是不想让台湾和平 而想要引发两岸不安以及风波的人 马英九登陆谁才是输家 还是未知数 不过政治效应恐怕已经让国民党内 要选举的人剩下蛋 民进党的赖金德 3月份民调以36.2%的支持度遥遥领先 反观侯友宜则是从2月的32.4% 大幅滑落3月仅剩下24.8% 柯文哲没有大幅变化 依旧是19%上下波动 民调像胡云一样上上下下都值得参考 我们随时都要祝我替力 短短一个月侯友宜民调从领先被超车 到落后超过11个百分点 之前朱立伦闹出的选策会风暴才刚直写 现在又要面对马英九登陆可能带来的政治效应 马朱两人是侯友宜的神队友 还是扯后腿的朱队友恐怕民调已经给了答案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侯友宜民调拉警报展开了自救计划 先是加入了党中央的提名委员会 还强调会义无反顾 另外也传出4月中旬要再度的召集 北极桃首长来共同推进政策 展现治理能力 而为了化解外界对他两岸还有外交论述的不足 前总统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幕僚 苏祈宜还有赵春山都是他情义不克的对象 为台湾好义无缓顾 新北市长侯友宜终于松口 点头加入党中央的提名委员会 毕竟选策会风暴重创国民党气势 民调更是拉警报 让侯友宜阵营展开自救计划 我们会前力以赴 认为我们是个城市西所共好 自救计划4月启动 队内加入提名委员会 免得提名再度爆发争议 并将在4月中旬串联北北基陶 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享市政资源 展现北部领头羊的治理能力 同时也进入2024备战状态 他只要抓住一个原则 就是跟总统提名相关的部分 他不要参与 立委的部分他必须要从头参加到尾 他要展现出来 他作为国民党提名人 或者代表人的气魄跟格局 侯友宜几乎已经成为 来迎底定的总统人选 为了备战2024 更展开一系列的布局 也特别来补强两岸论述的不足 传出侯友宜阵营 找来马英九时期的 两岸幕僚苏起以及赵春山 弥补两岸以及外交论述的不足 外面盛传说侯市长也有来找过我 来讨论这个两岸关系的论述的部分 事实上他没有来找过我 对今年的选举我并没有那么关心 我比较关心还是大局 两人否认友邦侯友宜补课 不过也建议应该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上 将对台有利的部分 浅显易懂的告诉人民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美沟通管道 两岸论述台美关系都是迈向 2024的必修课 侯友宜必须先自救 才能让民调跟选情逆境重生 2024这一局 民进党的赖清德虽然笃定获得提名 不过还是要面临党内各派系的挑战 他提出的诚信条款就让各地许多市议员反弹 甚至强调这条款没有约束力 而这行为恐怕会冲击赖清德在党内的微信 评论员指出主要是赖清德把话说得太早 原本想要借此来攻击国民党 没有想到自家人先违规 而为了巩固领导地位 赖清德今天中午在台中密会英系议员 讨论台中选区的状况 听到问题笑笑不回应 或许副总统赖清德现在更关心的 可能还是党内问题 他到台中出席活动 中午还以民进党主席身份跟英系议员会面 换人做做看不见得是坏事 初选通过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都要全力支持候选人 拉拢派系支持也要积极布局各地立委提名 只是之前提出诚信条款 不建议现任议员绕跑选立委 可是现阶段党内不甩条款的人还真不少 赖清德现在的高度 他来跟英系甚至本来的新潮流 或者是郑国会来做一个和解妥协的路 我觉得时机点刚刚好 如秀业已经布局完成 那如果他不赶快去台中布局 在台中这一局很可能他就会失败 光是在首善之都台北 现任议员王世坚就要选士林大同挑战何志伟 至于许淑华跟洪建议都要选南松山信义 而新北三重则是有彭家云 还有嘉义市议员黄陆慧跟吉隆市议员张知豪 全都要参加立委初选 都把选举百中间诚信条款放两旁 与其说挑战赖清德党内的威信 不如说赖清德讲得太快了太早了一点 其实他当初的用意只是为了要凸显 国民党这些小鸡们挑战的那种急迫性 太焦虑了 可是他讲得太早之后 现在他各个选局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赖清德原想借次打国民党 没想到先挑战诚信条款的都是自家人 2024这一局赖清德已经定于一尊 但如何让党内各派系也对他言听计从 恐怕是备战2024前必须先解决的棘手难题 欢迎新闻宋军李定强台北采访报道 台南市政府议长涉嫌会选 议长邱立逆这个月初遭到起诉 今天是首次主持议事 没想到就被国民党团的议员拉白布条大声抗议 要求他请假离开主席台不要主持会议 还呛下他的出席就是害了要选总统的赖清德 以及市长黄伟哲不过对此邱立立强调 司法会还他清白 国歌还没唱完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 已经准备拉起白布条 斗大标语就写着台南人很不爽 大呛赖清德党主席打脸赖清德市长 到底我们议长如何被起诉以后 如果担当议长的责任 上一次的临时会那时候你根本还没被起诉 这一次你已经被起诉了 你还能站在这个主席台 我说实在的赖清德在这里 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风波还没落幕 邱立立在3月2号才遭到难检起诉 21号市议会召开临时会 台上的邱立立面无表情被公开要求离开主席台 第一张请假单麻烦你写一下 我今天有签名我不用请假 只是现在中金交保的议长邱立立 和副议长林志展并没有被限制出境 甚至还将跟着市长黄伟哲一起访日 也引发争议 我对于别人的案子我没有想法 尊重议会 应该要站在无罪推定的理论上 而去做接下来的审判工作 而不是借由这样议会杯葛的方式 来影响司法 南绿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一城停摆 风波无法止血 欢迎新闻成员为客观陈秋子林台南报导 去年才连涨两波的泰国虾又涨价了 受到前阵子低温寒流影响 产量不好 导致产地价每台金上调40元 吊虾厂跟餐厅也跟进寒涨 不少民众甚至说 从去年到现在 吊虾的价格一个小时已经贵了150元 吊虾已经变成了一项奢侈的休闲活动 活跳跳鲜虾均匀抹上粗爷 仔细在烤盘上烘烤 不一会香喷喷烤虾出炉了 两个小时占利品满满满 不少民众爱去钓虾场消磨时间 不过去年四月才涨过一波 前阵子又撑不住上调了100元 近一年每小时就贵了150元 来到钓虾场怎么能不吃盘活虾料理过过瘾呢 像是我手上这一盘烤虾总共是12只 以往是要价700块钱 现在已经涨到了750块钱 那算一算一只虾子平均下来就要62块 怎么好像不太亲民 受到先前低温寒流影响产况不如预期 全台钓虾场吹起一股涨价潮 公虾已经涨了两波 从去年四月液金360元到七八月 美金405元 现在更夸张涨到了445元 母虾同样是从液金360 涨了40元冲到400元大关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价 因为现在前景是那个寒流来 那死掉很多啊 死掉很多现在就是量电不足 不足现在新的虾苗 还没有长大 所以前景是大 然而不止钓虾场 不少海鲜餐厅也撑不住跟长了 泰国虾料理全面调涨20元 龙虾鲍鱼更夸张 近期进货涨幅更是真正 提升了20%左右 万无其长 业者咬牙苦撑 但就怕价格涨了 可人跑了 也不敢想涨就涨 只能期盼上游供货稳定 让全民好过日子 华语新闻张博伟张亚珠台北报导 廉价即将来临 如果觉得出国伤荷包 那么离岛旅游或许是个好选择 云生业者表示 目前飞往离岛的机票 已经一票难求了 油城销量更是成长了超过五成 几乎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准 因此业者也看准商机 祭出了自由行优惠 想看马祖蓝眼泪 或是刚落成的金门大桥 甚至到澎湖看迪士尼 联名烟火两天一夜 机家酒只要4199元 还能分12期 零利于旅 等于一个月只要付330元 绚烂烟火海上绽放 一年一度澎湖花火节将至 这次结合迪士尼百年庆 米奇米尼向你招售 哇 丢一颗石头 在暗流中激起蓝色浪花 马祖独有浪漫蓝眼泪季节也到了 离岛旅游热度升温 这种离岛蓝眼泪那么对策 对啊 对啊 就是有听说很漂亮 关了好几年了 总是想要去嘛 满放松的啊 也满好的 国外的一个目前的价格 如果他们认为是比较贵的 那他们还是会以离岛来做一个优先的选择 从二月份开始就开始以逐步的一个成长 大概五成以上 除了跟观光客争取资源之外 可能跟这个离岛的一些居民 还有这些机位上面的一个需求的分配了 看准离岛旅游热 旅行业者也推优惠 分十二级不用五百块钱 就能带你游马祖看烂眼泪 两天一夜马祖自由行 鸡家酒六千游走 澎湖更优惠 四千一百九十九元 两人同行再便宜五百块钱 分期算下来 一个月只要付三百三十元 花火节迪士尼烟火 尽收盐地 就连想去看 去年终于完工的金门大桥 鸡家酒不到四张小朋友 比买来回机票更便宜 当然你自己要去买 FIT个人的一个机票 然后再另外去订房的话 根据你的需求 那它的包装起来的价格 会比较贵一点 平均下来大概两成左右的一个差异 不止台湾地区的饭店 离岛不管是饭店或者是民宿 因为需求增加成本增加 这样子的一些现象 离岛年度盛事开跑 加上疫情解封 小三通逐步综放 国旅热从本岛望到离岛 启动复苏列车 欢迎新闻赵慧 明天就要迎来19年一次的黑兔双春任二月 传统习俗上出嫁的女儿可以买猪脚面线 替父母除煤运天福寿 不少业者这两天真的生意忙翻了 像是台南这家花生猪脚店 还没有开门就有民众来排队 老板娘也多准备两到三成的食材 坚持当天献煮 卖完就没 而屏东万轮猪脚更是卖到缺货 寄出了限购力 热锅中Q弹猪脚炖煮的香气扑鼻 撒上花生香菜古早味的猪脚面线上桌了 接电话的时候没停过 因为3月22号就是农历润二月 而且还是19年才逢一次的黑兔双春润二月 台南这间花生猪脚面线店忙翻了 因为在传统习俗上 润月要替长辈添售就要买猪脚面线 有民众开店时间都还没有到 就抢先来排队 润月不是说要买猪脚给父母添售 他们家的很好吃啊 古早味的 一星 一星吃一次 你做很多了 它的口味是好吃的就对了 对啊 对 我会好 坚持当天献煮卖完就没了 一次还凹猪两个半小时 还添加了不少中药材补气 润二月买气旺 老板娘也多准备了两三成食材 这差不多要两点半小时 我还是有加一些材料 嫁出去的女儿可以利用这个月 带猪脚 带猪脚低咖就是代表 永坚永健的意思 吃百里 面线的用意 面线的用意就是圆年益色的意思 而且吃猪脚去霉运 别忘了一定要吃猪蹄 才算是真的把梅运踢走 任月吃猪脚天寿也带动销量 卖到缺货 屏东万鸾猪脚寄出限购令 一人限购一只 海鸿饭店则是暂停网路宅配订单 万泰猪脚大王也发出公告 猪脚卖到缺货要嫌点休 花园新闻成员为客观 陈秋子林台南报导 还记得陆军航特部下市秦凉峰吗 2018年汉光演习 执行反空激将跳伞操演 因为嘱咐伞未全开 从1300尺高空坠地 原本因为一月判定 可能会终身瘫痪 不过他积极复健 五年后已经可以在人搀扶之下爬楼梯 而今天的好消息是 秦凉峰可以在没有人的辅助之下 自己步行7到10公尺 单手组着拐杖 家人在一旁轻浮 钢铁散兵秦凉峰踩稳步伐 慢慢往前 一步两步向上走 在父亲搀扶下 每一步对秦凉峰来说可不容易 附件五年多 过去最多只能走30公尺的他来说 这一次更展现一只力突破极限 可是我们当下目测 走到距离很远 应该有100公尺 我们话来说 那个地砖那个住宿量 算算大概73公尺左右 不过算是也破了他的纪录 2018年当年才25岁的秦凉峰 从1300尺高空坠落 一度没了呼吸心跳 经过抢救虽然恢复生命迹象 但遭评估终身瘫痪 五年光阴过去 秦凉峰附件有了大进步 他以前在医院走医院 那个地都比较平 大概都走个30公尺左右 可是他昨天的表现 我觉得都很OK 体力方面都很OK 我每次到下午四五点 才回到医院去 所以说能够救回来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大概都是神经肌肉 然后骨骼这方面的中和性的损伤 中医的针灸 还有伤科的处置 然后搭配西医的附件 我想这个加起来会不错 那在这种伦脑损伤的患者 我们发现到说 根据针灸的一个刺激 激励的一个强度会改善 所以说随着激励的改善 四肢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就会变好 从脱离呼吸器握床 到现在能自行走路 展现坚强生命力 去年12月重回部队 过30岁生日的他 许愿希望有天能再跳伞 展现生命奇迹 华语新闻 林维凯高龄景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